我当了大半辈子的人民教师 在今年终于光荣退休了 工作了四十年 我的高级教师职称 让我的退休金每个月可以有七千块钱 可以说相当不错了 现在退休了 每天都是大把的空闲时间 我自然是要把年轻时候 每空去玩儿的地方都去一遍 我和老伴儿每隔一个月 都会抱旅行团出去玩个十天半个月 毫不惬意 这天儿子张文打电话告诉我 他向他女朋友求婚成功了 订婚宴上 我们两方父母坐下来商量儿女的婚事 亲家母要求十五万彩礼 还有一套婚房 这些我和张文商量过后都同意了 人一高兴就容易多说话 回到家我拉着张文就给他叙叙叨叨 把自己和老伴儿每个月有多少退休金 家里还剩多少存款等 全部一股脑儿的都告诉了他 我万万不会想到 就因为我这个时候没有管住自己的嘴 给我以后的生活埋下了巨大的货根 除了我和老伴儿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以外 我们在老家还有一套房子 原本按照我的想法是儿子的婚房 我来准备 我把老家的那套房子卖了 把卖房的钱全部给他让他自己去挑 可张文说不需要家里给他全款买下来 只用帮忙付个首付 剩下的房贷他自己来还就成 这可把我和他爸给感动坏了 我俩觉得儿子没白养 于是彩礼前还有举办婚礼的大大小小的费用 几乎都是我和老伴儿付的钱 甚至到后来张文新房的装修钱 也是我们出的 张文结婚后的第二年 儿媳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可把我和老伴儿给高兴坏了 我的大孙子刚满两个多月 儿子和儿媳两人就上我家门来拜访了 我正逗弄着怀里可爱的孙子 就听到儿媳对我说 妈 现在孩子两个多月了 我也该回公司上班了 我俩这都去工作的话 家里就没人照顾宝宝了 外面请的人我又不放心 您能帮我们在家照顾孩子吗 不会让您白干的 每个月都会给您钱的 儿媳的话音刚落下 张文就紧接着说 妈 您不刚好现在退休了 一天也没什么事吗 你跟爸干脆一起搬过来 还能天天看到你们的宝贝孙子 儿子儿媳都用一副恳切的眼神看着我 我和老伴儿一合计 他俩说的也确实没错 就答应下来收拾行李搬了过去 可等到我们真正搬去 和儿子儿媳住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们的生活 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和谐 我以前觉得儿媳性格温柔 对我和老伴儿也很有礼貌 可这次搬来后 我才发现儿媳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 儿媳在家里说一不二 他不但要求张文全听他的 竟然连我们老两口也要按他说的做 妈 你别这样抱孩子 妈 你以后别做这个菜了 我不喜欢吃 哎呀 都说要给宝宝穿纸尿裤 诸如此类的话 儿媳几乎每天都在我耳边念叨 每次的语气都十分不耐烦 为了家庭和谐 我也不好和儿媳起争执 只能忍耐了下来 可我没想到 我一时的忍耐竟然让儿媳更加变本加厉地对我 我帮儿子儿媳带孩子到现在也快一年了 最开始他们说的什么 每个月给我钱是从来没给过 这钱我可以不要 反正我每个月还有退休金可以养活自己 只是自从我和老伴儿搬过来之后 孙子的一切开销 好像都被他们夫妻俩默认由我们负责 孙子的奶粉 衣服 玩具 甚至是家里的各种生活用品都是我们出钱买的 眼下时间过去 到了孩子该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瞧着儿媳的意思就是连学费也想我们老两口出 孙子该上幼儿园了 你们俩最近不忙的时候就给他看看学校 早点而定下来 听到我这话 儿媳甘笑两声对我说道 妈 幼儿园我跟王鹤早都看好了 是我们朋友给推荐的双语幼儿园 人特意给了我们家宝宝一个名额 别的孩子可想尽还不一定能尽得去呢 我听到话也没有多想 那挺好的啊 你们给孙子报名了吗 儿媳看了儿子两眼 她才开口 妈 您也知道我俩还背着房贷和车贷 每个月压力挺大的 孩子的学费并不便宜 我俩实在是拿不出这么些钱 您 您能不能和爸帮帮我们 啊 说完这话 儿子儿媳两人都盯着我 然而我摇了摇头 我并不同意就这样替他们出了这个钱 儿媳的表情一下子就变了 她没有对我直发脾气 而是直接开始骂儿子 王鹤 我怎么这么倒霉嫁给你 连孩子上个幼儿园的学费都凑不出来 你快点想办法 儿媳话里有话 表面上是在骂我张文 实际上就是在指桑骂槐 张文邪腻了我一眼对着儿媳说 行了 你着什么急呀 一天就知道在这里胡闹 我胡闹 你有没有良心 我怀胎十月给你王家生了个大孙子 后面的话直接变成了脏话 两人在我们和孩子面前竟然差点动手打起来 我和老伴儿赶忙上去扯开扭在一起的两人 行了 都别闹了 还在孩子跟前呢 像什么样子 老爸生气的话语终于让他们安分了下来 后面几天儿媳借此屡屡找事 我和老伴儿被他俩弄得实在是心里憔悴 只好拿出了家里的存款给孙子付了学费 这才消停了 来张文家给他们带孩子已经好几年了 孙子的学费和生活费竟然全部都靠着我一个人来承担 可他们两个当父母的也完全默认了 我心里知道他们一直以为除了退休金以外 家里还有不少存款 但其实这几年来早已经花得差不多不剩多少了 可惜自从张文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 好像也变得我有点不认识的样子 只知道像我和他爸不断地索取 但是作为父母的 只能尽自己的所能去帮助他们 而且为了家庭和谐 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忍气吞声 反观儿媳的父母呢 对他们女儿的帮衬远远不足 反倒是儿媳三天两头的 又是拿钱又是拿东西的回娘家 亲家母生病了 儿媳找到我面前说是她家里困难 拿不出足够的钱 我和老伴儿一合计把存折上最后的存款 全部拿给了他们 我自认为自己真的是掏心窝子 得为他们小夫妻着想 可没想到 他们竟然还打起了 我和老伴儿住的那套房子的主意 妈 爸 我看您干脆就把你们之前住的那套房子给卖了 反正现在住在我们家不也挺好的 那怎么成 现在我们住在你们这儿是帮你们带孩子 等到时候孩子再大一点 我们肯定是要回去的 我想都没想一口就拒绝了 明显地看到了儿媳的脸色变了变 张文干咳了两声打了个圆场 嗨嗨 妈 微微她就是跟你们随口一说开个玩笑的 别当真 儿媳一下子就跟炸了猫的狮子一样 冲着张文就喊叫 什么玩笑话 我就是认真在说 你别在这儿给我打马护眼 王鹤 你不知道咱家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吗 我一头雾水连忙问他们是出了什么事 我这一问 可算是彻底地打开了儿媳哭诉的闸口 他说现在生活压力大 张文的钱每个月还要还房贷和车贷 其他的生活费全部都要他来承担 而且他公司有可能又要裁员或者减薪 他觉得生活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可他自己生活压力大 难道就必须要求我们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年人卖房帮他们分担吗 况且自从我来他们家帮忙带孙子之后 孙子的一切生活开销几乎全都是我在负责 这一点他们也从来没有感谢过我 反倒认为像是理所当然一样 这事要是说出去真的是把他们的脸丢尽 自古也都没有这个道理 尽管心里面我这样想 但是说出来的话还是要顾及到儿媳的面子 妈知道你们年轻人现在工作养家都不容易 但说实话 我跟王鹤他爸也是一直在尽力地扶持着 你们俩这个小家 我也就不在这儿跟你邀功了 可房子的事儿 这毕竟是我和你爸老了之后的一个归处 也算是我们俩的一个根 所以我的话点到为止 想来儿媳也明白了我的意思 尽管我知道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肯定会不高兴 可房子这事儿确实已经触及到我跟老爸的底线了 难不成就为了他们俩这个小家 就要彻底把我们两个老年人给全部掏空吗 这实在是太不该了 所以儿媳吕自在我面前争执吵架时 我劝架归劝架 但我也绝不松口 可我也不会想到就因为我们老两口不愿意买房 竟然给之后生了那么大的隔阂 孙子上幼儿园的第二年 老伴的身体突然就急转直下 送去医院检查竟然是肺癌晚期 我根本不愿意相信这个结果 根本没有犹豫 无论价格有多高啊 我都一定要让老伴的生命尽可能地延续下去 在这种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卖掉了家里的那套房子 把卖房的钱全部都拿去给老伴儿住院治疗 可到底是最终没有成功战胜病魔 老伴坚持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离开了我 这下房子没有了 卖房的钱全部花光了 我的老伴还是离开了我 我整个人一下子就苍老了很多 也无心在帮他们带孩子 只能住在他们家里让他们照顾着 那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 却无意间听到了儿媳给张文的抱怨 你看看你妈当初我让她卖房 她不愿意 你爸病了 她倒是一点都不犹豫 可你爸她是癌症晚期呀 根本就治不好 花了那么多钱全部打了个水漂 张文没有吭声 我又接着听到儿媳继续说 算了 事者为大 房子的事我也就不说了 可你看看现在妈那个样子 孩子也不给我们好好带 反而还要我们反过来天天照顾她 你说我容易吗 我 我听到这话心里很难受 觉得自己给儿子儿媳成了负担 可他们接下来的话 却让我感受到了寒心 张文安为了儿媳几句 开口道 我知道你最近辛苦了 可你别忘了把咱妈照顾好了 咱们才能用到她和爸的退休金呀 对 我都差点忘了这茶 你爸过世了那钱肯定是每个月都发给你妈了 她一个老太太每个月拿那么多钱干啥 你赶紧想办法要回来 好好好 我知道 你就别再操心了 他们剩下的话我根本没有勇气再听下去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一直惦记着我和老伴儿每个月的退休金 难道我以后真的要一直住在儿子家 过着这样受他们摆布的晚年生活吗 我不愿意 我在天上的老伴也肯定不愿意我这样受委屈 第二天趁着他们带着孙子出去玩 我留下了一封信 收拾行李离开了 我知道如果当着他们的面离开 不管是出于情面还是为了钱 他们肯定都不会愿意的 所以我只好偷偷地走 我给自己找了一处养老院 这里有专门的护工负责照顾我 养老院的地址我也一直都没有告诉他们 只是每年逢年过节趁我还走得动的时候 我都会回去看看他们还有孙子 这样对我来说就已经足够了